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说这张新宇被奉话题女王一点也不为过 最近一段他与三名男子搂抱亲吻还和一名女子摸凶的视频在网络上爆出 画面十分劲爆 尽管一众网友喊着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张新宇了 可还是被眼前的画面闪瞎了双眼 据说画面中的其中一位男子正是张新宇正在拍摄的电视剧《思美人》剧组制片人梁振华 而当晚《思美人》的男一号马可也在酒桌之上 不过瞧瞧马可这表情似乎受到了惊吓一般 事发后张小姐火速关闭了微博评论 就在看官们等待着这出道士东西马该如何落幕的时候 当天晚上张新宇发了一条长微博向公众澄清并道歉 不过他竟然称有关机吻和摸凶的场面都只是借位 具体是怎么样的小编在这里就不予评论了 大家还是在视频中自己找答案吧 就在张新宇被拍到劲爆视频的几天之后 小编亲赴横电《思美人》剧组探班 三位主演马可张新宇乔正宇都在片场 不过个个都面部愁云 原来当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0度 可是为了剧情需要主演们不得不穿上厚厚的古装 瞧着里三层外三层的可把大家伙给热坏了 也许正是天气原因 除了贴心报应马可十分热情的配合记者采访之外 乔正宇和张新宇纷纷拒绝接受采访 不过正如张新宇在微博中提到的那样 整个剧组上上下下相处的的确十分融洽 相处一块一块玩在现场一块聊天干嘛的 都合作得很愉快很放松 喝酒玩游戏的戏码在现实生活中再正常不过 不过毕竟是公众人物 也要适当注意一下自己的尺度了 乐视娱乐恒电报道